大家好我是時光保俗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造一些高質素的影片的最大的動力 今星期我們想說一下 就是在秋天接下來的幾場比較重要的拍賣 第一場是Philips 副藝師11月5日和7日在日耐瓦舉行的拍賣 在拍賣會上有幾個非常之特別的星星 第一個引起我的興趣的就是Rollex Deep Sea Special的碗錶 Rollex Deep Sea Special 在上世紀的50年代開始開發 整個故事其實是由1920年的時候 努力士製作了這個蠔式的標殼 Oyster Case 開始 Oyster Case 是第一隻真正能夠防水的標殼 接下來他們就更加出力研發潛水方面的碗錶 到了1953年的時候 努力士推出了這個Submariner的系列 在同年也開發 Deep Sea Special 這個Prototype 即是一些圓形標 Dip Sea Special 它本身不是一個量產型的碗錶 製作和研發的目標就是為了要去試驗一些 可以抵受強大壓力的宗標製作的技術 希望將來將這些技術 應用在之後的量產型碗錶那裏 這個 Deep Sea Special 據專家說 大概努力士是生產了5至8隻的Prototype 我們公眾已經知道的分別有1號、3號和5號這三隻 其他那些都是沒有人見過的 只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首批的Prototype 全部都是曾經用來做深海潛水的實驗 Dip Sea Special 的3號 它在1960年的時候曾經跟隨了一隻深海潛艇叫Trias 它潛入了以知地球上最深的一個點叫Marina Trench 那裏的深度是10908米 都是相等於我們平時坐飛機遇到一個Cruising Level 大概1萬公尺高空 網發落地下的深度就差不多 這個是一個到現在都未有人打破的紀錄來的 Dip Sea Special No.3成了這個創舉之後 努力士曾經是做了一批紀念型號的碗錶 大概有30多隻 有人說是35隻 可以有1萬米的防水的能力 而這些碗錶全部都是送給一些 Museum 科研的機構 又或者一些曾經幫助努力士去研發 這個 Deep Sea Special Program 的個人或者單位 這些碗錶全部都是努力士收藏家的聖杯級的真品 雖然它有30多隻 都不可以說是極極刊 但是因為很多都是在博物館 或者一些科研的機構 所以在市場上看到的機會就很少很少 富豪師Philips今年推出了一個35號的紀念型 這隻碗錶本身的規格跟世界紀錄保持者 Dip Sea Special No.3是一樣的 它是用一個很厚的 叫做High Glass的一個厚的玻璃鏡面 這隻錶如果旁邊看 它是非常非常之厚 因為它要抵受超過1萬公尺水深的壓力 在錶的背後刻住了10908m 相等的英尺 以及潛入海底的日期 就是1960年的某一天 這隻碗錶根據富豪師的股價 大約是120至240萬 港幣大約是1000至2000萬左右 當我看到這碗錶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有機會可以看到它拍出來的成績是怎樣的 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又收到另外一個新聞稿 今次是佳士德Christy發出來的新聞稿 有另外一隻Deep Sea Special 又出現 今次是佳士德 在11月8日 即是在富豪師拍賣之後 兩天就提供這隻Deep Sea Special No.1 我們剛才都說過 No.3就是設定了這個世界紀錄 而這個Deep Sea Special No.1 它是第一隻做出來的一個圓形錶 亦都是Deep Sea Special No.3的一個技術的基礎 這隻碗錶在1953年的時候 曾經跟隨深海的潛艇 在地中海潛入3150m的深度 當時這個深度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數字 但我們看看這隻碗錶 我們可以從橫切片看到 它的玻璃的厚度 與No.35的厚度是有分別的 因為當時要抵受的壓力 沒有那麼大 因為未打算要去到1萬公尺 那麼深的海底 這隻碗錶 上一次出現的時候 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 同樣也是佳士德的拍賣 有一位床家 它的名字叫Risa 大約港幣250萬 即是當時的瑞士法郎 322400 買了這隻碗錶 他拿著這碗錶已經是16、17年了 這次他願意割愛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佳士德沒有給一個股價這隻碗錶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35號的庫瑞士那隻 也是一隻非常有收藏價值的碗錶 但這隻1號的歷史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他真的有一個深潛紀錄的碗錶 以及他也是世界紀錄的 Leap C Special No.3技術的基礎來源 所以他的歷史意義是更加高的 我們也挺有興趣 看看這兩隻碗錶到時拍賣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跟一個收藏家兩隻都去買也不頂 到11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情況是怎樣